電訊 你敢問 我敢答 我是萬般醫院 傳統語學科 黃忠瑜醫師 這是文保醫師 你女朋友分享說 有中醫師說麥根很好 如果麥根不好的話 這個人差不多 不是住家戶病房 就是在頭上住院住很久了 所以還好你可以走到門診台 應該是麥根都不錯的人 講到這把麥問題 這個麥是中醫最神奇的地方 人家你說三師手指斷天下 你三根手指要知道你身體狀況 中醫講說 望聞問切 望就是看你的氣色 聞就聽你的聲音 聞你的味道 問就是問你現在的身體狀況 切才拔麥 配上四個字形容這四個的項目 叫神聖功效 那這邊特別講 麥就是一個心臟一個心跳 整個氣血的反應 有力氣循序漸進的麥就是麥梗 你一個健康的麥藥本來就會有梗 那種快要氣絕心臟亂跳的人 他就麥就沒有梗 就像有朋友我說我現在麥跳怎麼樣 我說很好啊都在跳啊 對啊這個叫做麥根很好 加南藥學大學的朋友分享 中醫沒有持續看的經驗 當然並不是說對吸的排斥 但是我觀點裡面就是說 不只吸藥不要吃 希望連中藥都可以不要吃 我覺得很多人說 中藥沒什麼副作用啊 可以持續吃經常吃啊 但是以我個人的觀點 我覺得藥就是藥 要吃多還是有對身體會有影響 但是先決條件是說 你要把你身體顧好 所以你如果說你的治療中間 如果暫停的話 是不是會影響這治療效果 這個我們就要做一個研究 當然啊有時候 有些人對中藥的藥味不喜歡啊 這個是你不持續看的原因 這個其實我們也可以做一個 適當的調配 但是我是覺得任何治療方式 都是要把身體顧好為主 並不是說藥一定一直吃一直吃 我一直沒有這種想法 這種看法 這邊有網友提問喔 他吃飽會胃脹氣 食物的話我們就挑食物吃嘛 但是腸胃比較虛寒虛冷 我們就是要做治療 第一個就是食物的問題 像我們豆類的東西吃得多 他就容易脹氣 蛋白質或者肉類的東西吃得多 他容易脹氣 另外還有一些就是比較 舉個例子像胡椒這種辛辣的東西 吃了他也容易脹氣 那另外一個是中藥講說胃寒 就是腸胃比較虛弱消化比較慢的人 他也是容易脹氣 所以我們可能要分這幾類來做討論 這裡還為立民的網友的發問就是說 中醫不如西醫嗎 我覺得我們應該挑一個 合適我們的一個醫療模式 它是兩個不同的思維系統 思考系統 所以並沒有什麼 哪個比較好哪個比較優 其實中醫的發展已經千年以上了 而且它是一個獨一的醫學 西醫的發展剛開始初期是比較緩慢的 一直它到它的工業革命 整個現代化以後 它發展也是要有百年以上 就像有人說中醫治本西醫治疾 也不完全是這樣講法 就是像說最近的一些流感的問題 中醫的治療其實並不亞於西醫 像全身流行的那個COVID 新冠肺炎的問題 新冠疫號 它效果就非常好 而且在世界上有很多文獻來做支持 所以並不是中醫不如西醫 每一種醫療都有它的極限 我們應該找一個合適我們的醫療 還有一位豐甲大學朋友詢問說 該繼續買中醫減肥茶包嗎 所有減肥茶包裡面成分到底怎麼樣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 所以我不好一直做PP 就是說任何藥 你只要是藥就有副作用 我只能跟大家講說 通常的東西一直吃 對身體到底還是一種傷害 所以不建議說一直持續這樣吃 最好解肥方式就是早睡早起早餐記得吃 晚餐吃少一點 味道是淡一點 冰冷瓜果不要在晚上吃 這樣會造成腸胃的虛寒 適當的運動把熱量消耗掉 這是最好解肥方法啦 適當的茶包茶飲也是可以配合啦 但是長期的同一藥物服用 我個人是覺得不好 各位朋友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做留言 順便幫我們做一個按讚分享 開啟大鈴鐺